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下午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电话会谈 再次确认12日的川津会上 川普将提及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川普表示百分之百保证会谈及 据共同社报道 日美首脑还向朝鲜完全无核化 就美朝会谈的基本方针进行了周密磋商 两人计划美朝会谈后 12日内再次举行电话会谈 11日的电话会谈后 安倍在官邸向媒体强调 对于美朝会谈的基本方针 日美日美韩完全一致 他还表示期待其成为朝着东北亚和平 稳定迈出一大步的历史性会谈 安倍透露 在电话会谈中 川普告诉了他有关美朝双方工作人员最终协调情况的详细说明 川普方面希望鉴于最新形势进行通话 因此要求举行此次电话会谈 共同社的报道说 被派往新加坡的日本政府一行 11日已经与美国代表团接触沟通 据同行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郑太郎 会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会晤 万物省亚洲大洋州局长 金山县志已经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管波廷格等人会了面 谷内金山两人住宿在川普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 日本政府一行与韩国方面也协调了意见 感谢收看新闻时事报